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孝敬父母 你就事事亨通 在世上享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做父母的 你们不要激怒儿女 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 栽培他们 做奴仆的 你们要战战兢兢 专心服从世上的主人 像侍奉基督一样 不只在他们注意的时候 这样做 想讨他们的喜欢 而是作为基督的奴仆 要从心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 你们要甘心乐意 抵净奴仆的本分 像是在服侍主 不是服侍人 要知道 无论是奴仆或是自由人 主都要照个人的好行为 报答他 做主人的 你们也要好好的对待奴仆 不要威吓他们 要知道 你们和你们的奴仆 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 他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 每一个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标题是 尽本分做人 在保罗的时代 罗马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 也有实行已久的奴隶制度 据当时法律 奴隶被视为财产 一旦违背主人 就会遭受体罚 剥削 甚至处决 以现代眼光来看 实在难以接受 我们却也了解 我们不能以现代法律的观点去理解 因此如何在当时的环境中 凸显基础图 家庭关系和主仆关系的 与众不同 更显重要 对于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听从父母 孝敬父母是做儿女的本分 所谓孝敬父母 是年少时顺从父母 成人后尊敬父母 父母年老时光怀照顾他们 另一方面 保罗对父母的吩咐 则是要他们约束权柄 不要激怒儿女 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教导儿女 管教儿女是必须的 但不可武断专恨 也不可欠缺仁慈 适当的鼓励可使儿女自由发展 活出上帝创造的样式 基础图父母的重要任务 不只是培育儿女 维持亲子间的和谐 更要用主的教导栽培他们 有位牧师曾说 一个不曾尝过主恩滋味的父母 很难激励孩子仰望上帝 除了亲子关系 保罗也论到主仆关系 他提醒做仆人的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而做 这正是基督徒的本分 因为在基督里 做奴仆的已有新眼光 既然是基督的奴仆 就甘心乐意服侍主人 向在服侍主 而做主人的既然知道 唯有基督是主 就当以仁慈善待奴仆 而不是威吓他们 因为无论是主人或仆人 都是听从同一位主人 天上的主 他并不偏待人 尽管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 旧徒无法打破既定的社会 氛围和限制 保罗是给信徒一条新的出路 我们同为基督的奴仆 除了互为兄弟姐妹 所做的也不再受限于世界的规范 或勉强讨人的喜悦 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呼召 内心也得以自由的去做 不管一到四节 提及父母与儿女要做的 或五到九节 提及主人与奴仆要做的 都说明一件事 这是基督徒当境的本分 也就是要从心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 宗教改革者加尔文 在基督徒生活手册中提及 神的呼召就是我们在自己 所处的环境中尽自己的本分 神的呼召是我们形式为人的根基 既然今生是神所指定的岗位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当中尽自己的本分 这同时也是上帝对跟随他的人的呼召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默想 在现代的社会和生活中 基督徒需要把基督放在心里 使我们能在任何美善的世上 看见基督并用心去做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句 接下来在以福所书六章五节 做奴仆的你们要战战兢兢 专心服从世上的主人 像侍奉基督一样 以福所书六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祢帮助我在生活 家庭工作和各样职份与角色上 都能从心里遵循上帝的旨意 学习尽本分做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为一个土地 我信心基督 我主的尽力 哪更专得偏求 为一个土地 我信心基督的秩主 天才尽力 祝福 神祝福 自 F doctor 私 神祝福 神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这个尘世 我谦卑祈求 愿主此生命 让众致命得咎 愿全能天赋上帝 你国度降临 让贫穷和悲伤 愿离骨肉相亲 愿全能天赋上帝 你只意成全 让希望和喜乐 永存我们心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